都说内鱼水深,屡出其人,有处处想着耍小心机的明星,自然也不乏看穿真相的剑茶大人。 那么当两方对峙时,现场的火药味究竟能有多重呢? 这里是虾谭鱼子讲,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那些大型剑茶现场吧! 随着梦华路的热播,神仙姐姐刘亦菲带着她吃了仿佛技般的美貌,重新杀回内鱼。 不过正所谓人红是非多,有网友败到在天仙的十六群架,自然也有网友对她嗤之以鼻。 这不禁让人想起当年江一燕说的那番,酸言酸语。 当时她和刘亦菲一起上节目宣传新戏,被问到读书时,身为同班同学的两人,会不会对对方感到好奇? 江一燕毫不犹豫地说, 可能我们对她好奇多一些吧,因为她也很少来学校嘛,或者你在拍戏不是很旷课。 听到这里,原本一脸笑意的刘亦菲,情绪急准直下,从叹气到摇手指,再到白眼一气呵成,仿佛下一秒就要原地喷火。 的确,江一燕的话表面上和和气气,但细响却是免里藏针,绿茶味四溢。 听起来像是在内涵刘亦菲常常旷课,但碍于做节目不能撕破脸, 所以刘亦菲最后也只能憋着口气,继续看这位老同学表演啦。 不同于刘亦菲,乔欣可不惯着那些耍小心机的人,有话直对白眼说翻就翻。 当时她录制综艺《夏日冲浪电》和陈瑶同坐一辆车, 没想到刚上车,陈瑶就开启了矫情模式,一边系安全带,一边说自己胖了, 听到旁边的乔欣当场就翻了个大白眼。 说实话,如果换个人来讲这句话,杀伤力或许还没这么强, 只是陈瑶本就已瘦小出名,一米七的个子不过百的体重, 怎么也不至于胖到连安全带都系不下去, 配合上当时的氛围,很难不让人怀疑她是在故意贩卖身材焦虑, 又或者说是在内涵一旁的乔欣, 最关键的是这句话她还说了不止一次, 和其他几位嘉宾走在一起的时候, 她也一个劲儿自称胖了, 果不其然,其他嘉宾纷纷应贺, 唯有乔欣直言不讳。 我最近胖了, 多好啊,你太瘦了, 想的也是她胖了, 她胖是她的事情,我瘦啊。 陈小云也是出了名的事多, 动不动就为了蹭热度到处撩架, 前有在浪劫里哭闹撒泼,逼人道歉的战绩, 后来又大胆碰瓷杨幂, 明明留言的网友并没有指名道姓, 说的是《狐猪夫人》里的某人看起来很尴尬, 她非要从一堆评论里苦苦找到这条留言, 然后假装亲切地回复称, 杨幂是她的偶像, 自己能和其他戏倍感荣性, 说得动听可大家又不傻, 一眼就看出她这段话的重点不在于夸, 而在于直接把杨幂和尴尬的某人画了等号, 内涵杨幂演得烂。 当然,作为娱乐圈里的低情商代表之一, 陈晓云不论是在手机屏幕后面, 还是红毯镜头前面, 都毫不吝啬展现自己的细精本质, 穿低胸裙的是她, 全程五胸的也是她, 不避嫌偏要到处晃荡的还是她, 一番操作下来, 属实别扭至极。 和陈晓云相比, 刘浩存的细精程度属于有过之而无不及, 想当初她带着某女郎的光环, 一出道便空降影视圈, 手握各种顶级资源, 和她搭档的男演员有张艺这种级别的影帝, 也有一杨千玺这样炙手可热的小生, 但合作是假, 炒作是真。 揭剧本时的千玺, 估计怎么都没想到, 拍完戏之后, 自己会被刘浩存缠上。 在第三十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闭幕式颁奖典礼上, 两人因为出演送你一朵小红花而同框, 一个眼睛滴溜溜的转, 一个就是不往旁边看, 如果可以的话, 想必此时的千玺拔不得中间又条大峡谷, 又或者能有个人站出来救救她, 好在后来真的有这样的人出现了, 那就是之前一直被刘浩存发通告拉踩的关小彤, 大家排队移动的时候, 关小彤往前走, 千玺就赶紧跟上, 远远拉开和刘浩存之间的距离, 集体合影的时候, 本来画面一片和谐, 不料刘浩存突然闯入, 热情的找千玺套近乎, 吓得千玺只能赶紧低头, 就差直接把舅舅我写在脸上了, 索性关小彤及时洞察了刘浩存的心机和千玺的抗拒, 直接扯了扯自己的裙摆, 霸气的示意千玺往他那边站, 另一众替千玺心梗的网友直呼, 感谢童姐仍美心善。 那么除此之外, 还有哪些频频被圈内人看穿新街的明星呢? 或许此时有人会提名居于敬意, 的确光是在青春环游记这一档综艺节目里, 他就诞生过多个名场面, 说好晒童年照, 就他一个人给照片夹了美颜滤镜, 到了校园特辑里, 就他一个人自带十级大农妆出镜, 碍于偶像包袱, 他还对自己的身高格外在意, 不管是运动会还是怀旧特辑, 但凡出场必定脚踩厚底鞋, 也难怪贾玲当面讲实话, 称她为最有心机的女孩, 又机智挖坑, 让居敬意穿她的鞋。 不过由于居敬意的捉襟特质他明显, 所以青游家族里的智局达人不止贾玲一位, 比如杨迪多次跑梗, 演出居敬意的凹人设嫌衣, 可没想到居敬意还真的顺干爬, 是要把自己塑造成笨蛋美女, 其中最著名的桥段莫过于忘记时间论, 他说自己常常不知道现在是哪一年, 有次在2012年和2013年之间纠结, 结果一看手机竟然是2020年。 也难怪有看不下去的网友当即调侃她, 照一照镜子就知道今年是哪年了, 毕竟她2012年可不长这样。 另一位执着于凹人设的则是孟子义, 从陈清令家系到一年级挨骂, 孟子义身上的负面消息一直不少, 但她似乎并不在意这些继续打打咧咧的过活, 继续主动为自己创造黑料。 在综艺节目《50公里桃花物》中, 她和郭麒麟等嘉宾一起坐车, 先是假装不会系安全带, 然后又在听到郭麒麟说自己的衣服色系和她的很搭实, 直接口出狂语。 紧接着宛如表演型人格的她又称, 自己准备对郭麒麟保持防备心, 吓得郭麒麟火速摆出悟Q状态。 不得不说在这段尴尬的聊天里, 孟子义查相似意, 郭麒麟宛如杜劫, 也难怪她会在后期采访中疯狂地吐槽孟子义。 说起蔡徐坤, 想必不少人都会先记起偶像练习生中那个台风炸裂的大厂男孩, 又或者是表演情人时那个慵懒性感的聊人精, 但其实她除了这些标签外, 还有个剑叉高手的头衔, 而故事还得从青春游腻说起, 当时冰青玉杰四姐妹借着人数优势成功抱团, 拿下C位, 作为导师进行点评的蔡徐坤, 便直接戳穿了她们的小心思。 然后你们人多, 你们人多, 就说出给她的。 并不是这个原因。 眼看自己的心机败露, 四姐妹中的姐姐连忙辩驳, 称她们是公平竞争, 通过表现力选出最终优胜者的。 可任凭她嘴皮子功夫再溜, 蔡徐坤也摆明了不吃这一套, 反而还用一番话把她怼得哑口无言。 但其实有时候呢, 其实比心理人直接用你才说话。 想当初李希瑞在《演员请就位》里被赵薇怼, 也是因为把心思放错了地方, 接受点评时的戏比表演时的戏还要多, 从选择剧本开始, 她就一直沉浸于自己的女王包袱, 非要挑顾理这种角色, 结果全程拉垮, 除了瞪眼就是忘词, 一喊咔反倒开始大哭特哭, 先道歉说自己毁了郭静明的作品, 再找不说自己其实准备得很充分, 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不会演戏的人, 还表示之所以选择演小时代, 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就是故里, 听得赵薇只能在导师席上疯狂管理表情, 最后实在忍不下去了, 才化身反交达人, 先扬后裔, 说李希瑞和孟子义刚才在台上没有演的不好, 反倒是表演结束后的这段戏不够好。 在台上站的时候真是很矫情, 在这个台上的戏比上面还足, 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。 秦海露的反矫情名场面就更多了, 在某档下厨综艺里, 负责切菜的和杰不小心划了一下手指, 就在大家纷纷担心地上前询问情况时, 她却说自己没出血, 可边说又边仔细研究着创可贴, 面对小梯大作的和杰, 耿直的秦海露自然是看不惯, 便当面怼她。 到了创造营里, 秦海露又蹦出了一句至理名言, 站得多高不重要, 看得够不够远才重要。 看过先前节目的观众, 想必都嗅到了话里的讽刺气息, 毕竟此前陈卓璇就曾喊话赞助商, 说是不是因为自己站得不够高, 所以才没有广告拍。 如今秦海露的这番话, 听起来无疑是在内涵陈卓璇的朴性言论, 对此她也不多加否认, 反而大胆开麦。 我不知道我在大家的心目中, 性格竟然是这么含蓄, 我从来都是名怼。 如此看来, 在诺大的娱乐圈里, 许多明星之间是有意识敌, 即便上一秒还能撑着面子演绎何家欢的戏码, 下一秒又是看不惯对方的心机, 立马就能开麦炮轰。 或许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正义使者在, 大众才得以看清某些明星不为人知的一面吧。 加米浆们, 你们觉得谁的小心机最明显呢? 你们还知道哪些类似的名场面呢?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, 关注点赞我,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。 我们下期再见吧! 我们下期再见! 我们下期再见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